你知道预言这种手法在古希腊悲剧《伊迪帕拉斯》 以及《莎士比亚的马克白》中都曾经有运用过吗? 而你知道最后主角的下场吗? 他们都死了 欢迎大家来到字节看什么 大家这个礼拜要去看《天气之子》了吗? 这部由日本动画导演辛海成所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动画 《天气之子》 剧情描述离家出走到东京的高中生 深斗繁高 因为年龄的限制底下 所以在找工作的路上出出碰壁 在快要淡尽粮绝的情况底下 投靠了超知人杂志社的老板 虚后跪接 并且在他的杂志社里面工作 然而在一次的机缘底下 预见了能够让天空放弃能力的天野洋菜 故事就在他们相遇底下正式展开 而这个影片我将会分成三个部分 分别是剧情讲解 剧情分析 以及彩蛋 还有寓意分析三个部分去进行 但由于剧情讲解是对于想要重温剧情的观众 或是想要知道剧情但不怕雷的朋友们 所以如果是怕雷的观众 可以先跳到影片的这个时间 由第二部分的剧情分析开始哦 像雨后的梵高还有杨菜 在东京的这座城市里面 因为年龄还没有到适合工作的程度 所以光是生活上的开销 就造成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于是他们决定使用杨菜的能力 帮助需要放行的人 以赚取一点点的费用 没想到这个计划在网络上面快速的红了起来 大家都想要在自己特别的日子上面 让天气好起来所以下单的人越来越多 可是杨菜的能力并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随着杨菜使用的能力次数越来越多 他的身体也开始变得透明 也就是说如果杨菜不断的使用能力的话 终有一天他会消失于这个世界上 于是他们就决定先停止接下来的工作 随着剧情的推演 因为离家出走 以及在一次保护杨菜的行动当中 为了驱港小混混在街头上面开枪的梵高 以及因为母亲离世 让他跟弟弟相依为命 不得不在旧学年龄变出来工作的杨菜 双方都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并且决定把他们抓回警察局 于是不愿意就范的三个人 就展开了他们的逃亡计划 在警方的追捕底下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旅馆暗店的下来 可是旧家这个晚上 杨菜也告诉了粉糕 唯一让天气正常下来的方法 就是让自己成为制品 并且在大家都睡觉的时候 偷偷把自己献给了天空 这个时候连续删了三个鱼的东京 也终于放晴了 可是当樊高醒过来后 发现杨菜消失了 并记起了昨天杨菜所讲的话 樊高决定不顾一切的 要把杨菜从天上带回来 最后樊高在重重的困难当中 成功的救出了杨菜 而东京也因此下了三年的鱼 最后变成了一座水城 而故事也结束在 三年后樊高崇原本生活的地方毕业 最后回到东京 与杨菜重逢 这次新海城所推出的天气之子 其实很难不把它跟上一部的作品 你的名字来做比较 因为故事的结构以及手法上 都存在着你的名字的影子 同样故事都是描写着 两位男女主角对爱情的不顾一切 同样都是以环境灾难作为背景 但是我认为天气之子 这次所抛出的气候问题 比起你的名字 以311东北大地震作为背景 天气之子拥有更广的关注度 以及讨论性 好的 那么让我们把问题拉回到 影片的一开始所提及的预言 天气之子是怎么样改变了预言呢 就如我之前所提及的两部经典剧本 古希腊的伊迪帕斯 为了对抗自己会杀夫曲母的预言 而是自己亲手擦下了双眼 最后放逐了自己 而在萨斯比亚的马克白当中 马克白被预言 无人能够伤害他 除非他不是由旅人所生的 结果他被否复出生的敌人给杀死 大家都看到以上的共通点了吗 没错 他们都没有办法逃过预言 而这也是在天气之子中 我认为最高明的地方 那就是打破预言 还记得夏美去做访问的时候 一个老伯伯的预言吗 情侣是一个维持天气安稳的共饼 而他们的结果注定是悲剧 透过了这段预言 编剧为我们建立了杨菜在故事的结尾 应该会是悲剧收尾的认知 而结局相信有看过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在这里我就先不爆雷 但最起码它不是个悲剧 而这种打破预言的过程 也是我认为把结局推向一个高度的重要元素 其实云这个异象就代表着子宫 而当杨菜变成贡品落在云中的时候 有一群鱼围着它 而鱼的异象是不是跟金子很像呢 而在最后 梵高把杨菜从云层当中带走 回到地面上 也正正代表着杨菜跟梵高再次重生的异象 水滴项链所代表的是情侣的使命 但其实项链一开始在杨菜的妈妈手上 直到杨菜成为了情侣之后 就一直刮在杨菜的身上 就算身上匀成后 也没有跟着梵高松的戒指掉到地面 而在结尾 当杨菜回到地面放弃情侣的身份的时候 项链也跟着断开了 警察在调查的时候展示了梵高一张中学毕业的照片 而在照片当中的毕业年份写着令和三年 但令和年代也是从今年的五月开始才算第一年 所以退算三年之后也就是2021年 梵高离家出走后 在诸书网卡里面用来压泡面的小说 就是这本麦田捕手 而麦田捕手的主角也跟梵高一样 讲述一个16岁的青年如何离开学校之后 展开他的社会生活 也真正跟主角梵高有着复印 相信大家看见这两位角色一定都会觉得很熟悉 没错 他们就是梵的名字当中的主角 杨菜与梵高其中一位客人 丽花婆婆 在他家中所出现的就是龙的身影 而三叶则是出现在梵高买戒指的首饰店 一位心口上挂着三叶的名牌 而头上的红色色带就是他最好的表记 总结来说我个人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 当中角色的情感感染力是十分的浓厚 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好像喝完咖啡桅的感觉 如果你是喜欢你的名字的观众 这部电影应该蛮适合你的口味的 而音乐元素更是为这部电影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每一首音乐所出现的时间点都非常的适当 虽然很多时候音乐跟剧情是分开展现 可是并不会出现断层 而在下面我也会附上音乐的连结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们可以点开来听听看哦 可是在配音方面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可惜 有时候角色的配音音量会让我很容易出息 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地方讲话好像不会那么大声 或是有一些地方配音特别的吵 但总括来说这部电影还是蛮不错的 如果大家有时间就趁着这个中秋连家去好好看一下吧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也不要忘记按个赞或是订阅 我是志杰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 ons视频多 Senin 下次再见 filmp 天 , 跳 文 sind